人类只有两艘飞船冒险,进入了星际空间的黑暗大洋,这是史上最长的冒险之旅,它开始于1977年,美国宇航局的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,这两艘飞船以每小时4万英里约6.4万公里的速度行进,它们让人类得以近距离观察土星上的打红斑,那是比地球的尺寸还要大三倍的飓风, 其中一个飓风至少在1644年就已经开始光起,并第一次被人类观测到,所以我们知道,这些飓风至少可以延续数千年,旅行者号还发现了在土星的卫星,土位遗上有活活山的存在,在土外二的冰层下则存在着海洋,它可能拥有比地球至少两倍的液态水, 旅行者号还勇敢地飞越了土星环,发现它是由数以百计的圆环带组成,而这些圆环带则是由小雪球组成,在土星的巨大卫星,土位遗上,旅行者号发现了比地球浓度四倍的大气层,暗示着土位遗上有可能存在角岸的海洋,而这一点后来被证实了,旅行者二号让人类第一次得到了最外层的行星, 海王星的笑笑,海王星上狂风咆哮,风速每小时1000英里,在它的尾星海位移上,间歇全能把沸腾的液态喷到5英里高,旅行者号成功地完成了它对外层行星的观测任务,但它进入黑暗世界的冒险之旅才刚刚开始,在发射之后的35年,旅行者一号成为人类,第一个进入未知领域的太空飞船, 太阳向各个方向不断地发射出带电的粒子流,粒子流的湿速高达100万英里,这就是太阳风,它扩散后的区域是一个巨大的磁炮,形成了太阳风层,它一直延伸到最外层的行星之外,它把重新进空间,进入了奇博气体向外推,这就是一个世界的尽头,另一个世界的起点,旅行者一号向地球报告说, 它的探测器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宇宙射线攻击,直到现在,我们还是不知道哪里才是浩瀚星际大阳的开始,旅行者一号不断迁行,它穿越了人类从未穿越的边界,太阳风曾为我们阻挡了大部分致命的宇宙射线,当太阳风如晝雨般爆发时,太阳风曾也会随之扩张, 太阳风平静时,它会缩小,旅行者一号和二号当到达足够远的宇宙位置空间,将会与美国宇航军师去联系,之后他们将在浩瀚的星际空间飞行数一年, 这两艘飞船携带了人类文明信息,如果在遥远的将来,外星文明看到这两艘飞船残孩携带的人类文明,他们就会得到宇宙间还有我们人类高等的文明存在。 这也是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两艘飞船的终极使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